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请坐吧 各位 请坐吧 好 受累了 有认识的 又不认识的 有的老来 有的是头回来 有的会起哄 有的不会起哄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风吹河北岸 花开想阳枝 打开三国志 咱们先念定场诗 是不是有人教你们怎么起哄了 编导也不容易 编导又怕你们搅和我 让你们安静 编导也没想明白 安静的话咱就进场录了 不带观众就完了 要不然就没有现场带观众的意义了 挺好 难为大伙这么支持 这么捧 我这个能力一般水平也有限 朱砂没有 红土为贵 所以说您各位觉得郭德纲还能听 就是咱们有点人缘 其实搞艺术啊 不管说出唱戏 说相声 干到最后拼的就是个人缘 有人说你不说拼的最后是文化吗 也对 拼到文化指的是专业技能 至于其他的拼的是人缘 观众要是爱你 怎么都对 词多了记不住 弦高了够不着 没板凉掉 台上画出来跟大老猫似的 走起来浑身难看 观众喜欢 好 这是他的特色 我们喜欢 就这玩意儿吗 他要不爱看你呢 你万也好不了了 所以说拼的最后拼的就是个人缘 有人缘就有饭缘 这两者是一回事 好多人都问说 你这三件说书唱戏 说相声 你最爱哪个 我最爱 肯定是最爱唱戏 因为八十年代末期 说相声也不挣钱 我那会儿岁数也不大 说相声也看不出前途来 从兴趣出发是更喜欢唱戏 你比如说我跟我们那个相声前辈 我们的台山北斗 邵马爷 马这明先生聊天的时候 马先生也说过这点 他说我小时候就是喜欢唱戏 不爱说相声 为什么呢 他老人家年轻那会儿说相声 不是您现在看的什么园子茶馆 没有那个呀 那都破了都不行了 底下有那个破板凳 有着摆个木头堆 就算凳子了 人家花撒瓜俩枣的听相声 你说那个看的有什么兴趣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后台聊天 我说我必须让这行业好 我得让你们挣了钱 才让有更多的人觉得这行业还有点意思 你不能说这行业穷了不行了 人家跟家吃的好好的 上你家里一块天天要饭来 你这个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必须要让说相的好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生存的愿望 所以那会儿马先生就说了 说唱戏多好啊 台上穿着蟒袍啊 围着玉带 台上那个状态 所以我当时也是如此 你想八十年代末期 说相上哪儿挣钱去 对吧 当时倒是也有专业团体 那会儿团里边人家说了 说相呢 每个人啊 比如说你挣三百块钱 不给你三百块钱工资 你每个月交三百块钱工资 然后就是放你出去自己挣钱 哪那么容易啊 对不对 尤其是八十年代末期 一月三百 那搁的现在还了的呀 所以说实在是看不见前途 那会儿唱戏我还挺高兴 我唱戏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会儿唱戏是小班 就是不是国家院团 这就后来好多人咬吃我的地儿 说郭德纲唱戏并不专业 因为他不在国家院团拿国家工资 我确实没有在专业院团上过班 拿这种演出费 拿国家工资我没拿过 当然您也不能按这个来决定 一个演员是否专业 我现在说像我也不在专业院团 那这么说我说像是业余的了 那我说像是业余 你们告诉我谁是专业的呀 那不就抬杠了吗 打架了那就没有意思了 咱就说这个事 所谓的小班就是民营团体 八十年代末 还有大批的戏剧的老艺人 还有剧团退休的老演员 老艺术家 还有团里边实在没有人安排着干活的演员 就出来之后大伙凑了一块租一份西装 大伙就出去唱去了 这叫小班 那是真靠能力吃饭 我干了好几年 我挺爱这个 但后来我确实我觉得也不行 为什么呢 就是一天到晚的农村庙会 河北省各县 天津北京郊区 京剧 平剧 河北邦子 我们都唱 到哪去 人家一说 说今天想听京剧 我们就跟人唱京剧 唱两天了 村长说了 想听平戏 马上就改平戏 所以那几年是这么过来了 天天唱 要赶庙会 早晨七点就办上去的化妆 两天下来这脸就洗翻了 所谓洗翻的就是 画的太多洗的太多 脸都红了 又红有种不能摸 就天天指着这个吃 一场戏最早是六块钱 后来涨到九块钱 我特别知足 因为什么呢 馒头是一块钱六个 我可以指着唱戏能养活自己了 在农村唱戏呢 那个老太太竟抱着孩子上后台来 让你拿着笔给他画个脸 说这个孩子健康长寿 晚上人家给你个五毛一块的 后台有一小碗都扔里头 到晚上这钱大伙再分 就指着这个 所以后来好多人说 说你唱戏业余的 我说我业余的连着五年的 我天天唱 我指着吃 我都业余的了 对啊 我是因为没拿过去工资 所以说我说我算是一个职业唱戏的 但是后来想了又想 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让我如何如何 还能有更好的道路要走 所以打那起 这才到北京 一步一步的 三次进北京 这咱不能细说 细说的话 得单拿出五十二七一年来 就介绍我这从艺经历 也没有意思 就是事都过去了啊 回头看 真是感谢这个 这些个苦难的岁月 好多人也指责我说 你一说 就你们同行天天迫害你啊 然后都是坏人如何如何 我说你不能这么说 你没在我那个位置上 你也没挨过打 你哪知道我疼不疼啊 是不是 你吃饱了坐那提着牙 郭德纲这郭德纲那的 我说我们这孩子有好人 你要说说像有没有那个 品格不是特别高尚的 有 有没有害人的 有 但是呢 我们有好人哪 说像里面有好人哪 疼人的老前辈 老先生 那个老爷子也有的是啊 哪孩不是如此 那个白全福先生 那个冯宝华先生 他都多好的人哪 就我们这孩 这现在说我估计 好像年轻的观众 你们都不太清楚 白全福先生知道吗 你知道 好你看那九十来岁那大爷他知道 白全福白先生 我得管人叫师爷 就我们这一辈的啊 都得管人叫师爷 比我们大人 宝自辈的啊 当年人家就老北京啊 过去天前有云里飞 那就是人家家里边的啊 后来白先生到天津取义团 跟这个长宝廷先生一块说相声 大伙说 长白指的就是他们两位 那个白老爷子那个疼人 不是可爱 哎 老佛爷似的 那么胖胖乎乎的老爷子 住在天津百花大楼 百花大楼旁边那个大杂院 哎 进去之后 我印象很深 哎有这么三间房 就那种老式的平房大杂院 老爷子特别可爱 还有段时间记得 摊有一个徒弟啊 也是相声前辈 王吉祥王先生 哎 也上那去 老头我们天天在一块聊天 我们小时候也上家去玩去 哎 白先生 善良啊 侯普林先生 上天津去 半夜下火车 也得上白家砸门去啊 上那住去 这人好说 这是相声界的菩萨 说白先生 人品 义德 方法命运都好 也幽默 有一回不 有一笑话吗 上哪儿演出去 人家主办方送两瓶酒 这是常先生 白先生呢 一人来瓶白酒吧 纪念品吧 拿着吧 哎 这个白先生拎着这两瓶酒 跟常宝廷先生 俩人歇歇歇歇 出来了 出来没拿住 光机 掉地上摔碎一瓶 白先生反应多快 宝廷 你那瓶碎了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咱们不细说 因为细说这就没完没了了 说相有好人 还有很多好人 有机会咱慢慢聊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疑 不客气啊 这句疑要不让你们喊 你们就得憋坏了 接演三国演艺 尚文书咱们说了哪儿了 棒了 太棒了 这是我的观众 由于你们这个记性啊 我能吃一辈子 就怕那个记得特别测试啊 每一句都记着 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这是啊 我有时候挺反对 他们这个 有的同行也是 哎呀 我们这个节目说完了 一定要让观众印到骨髓里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观众都能永远记住 我心里说 你是不是傻 他都记住了 你吃谁去你啊 玩笑嘛 是不是 大可不必 我们把好多东西说的那么高大上 那么风光 没有必要 说书唱戏 说相声 他就是个吃饭的手艺 就是这么简单 剃头 修脚 种地 卖报纸 上非洲当娘娘 这都没有什么区别 人这一辈子 就这几十年 咱们坐在这儿啊 汉朝汉灵地 如何如何 活了那会儿 你敢说他如何如何吗 对吧 历史就是这么一说一乐 天下事也无外乎 出了我的嘴 入了您的耳朵 咱们大伙一聊天就得了 至于说的对与不对 那是刘宇方家来点评 人家有明白人 我这儿呢 各位不敢说高抬教话 只不过从民间义人的角度出发 跟您聊点事 他多大的家国大事 跟咱这儿 咱不也就下午茶 是不是 向文书咱们长的这个皇上要完 我还挺难过 你们学坏了啊 汉灵地要去世了 最难的事就是跟前这俩孩子怎么办 有俩儿子 大儿子呢 大儿子呢 叫刘辩 小儿子叫刘邪 他不是一个娘生的 大儿子呢 是和皇后生的 和皇后家里边是杀猪的 您记住他这个身份啊 因为这个身份 后来惹好些个麻烦 杀猪的 和皇后的父亲呢 哎 挺有两下子啊 词一个词一个 后来觉得这一辈子不能老词一个词一个呀 是吧 得给我闺女叨叨叨叨叨叨叨的啊 不能再词一个词一个的 想方设法 让闺女进宫了 跟皇上结婚了 身份就变了 那到后来熬了一个皇后 家里呢和皇后呢 还有一个哥哥 叫和晋 这一下厉害了 那国舅嘛 国舅嘛啊 但是您记住 国舅和晋这个人 大汉江山 倒霉倒霉他身上了 和晋无谋 江山受垒 这八个字 说的就是这位大舅爷 这一只生了一个男孩 这男孩叫刘辩 您记住了啊 皇上很少有忠贞不二的 就跟一个皇后 咱老两口子踏踏实实过一辈子 你慢说 皇上说相也做不到 是吧 哎 这天下又来了啊 张美人李美人啊 王大漂亮李大顺都来了 这些个好看的妇女们 就都来了 皇上得挑啊 啊 这个高那个胖 这个白那个黄 哎 这个好看 这个 王美人 王美人早先是赵国人 他的祖父王袍 啊 当年也做过大官 家里有这么一个闺女 呼 漂亮直击 要多好看多好看 据历史资料记载 说这个王美人有一个特殊的兴趣 算术 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 一瞻算术数学 爱 啊 就冲这一点 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 我打小就不行 我舍弃了做数学家的好几个机会 嗯 没成功 你说人家啊 爱这个 这一进攻来 皇上爱的不行不行了 一见此女大吃一惊 好意思凉水浇头 怀里抱着病 皇上改了肚实娘了 啊 好 那就结婚吧 结婚睡觉吧 啊 皇上也干不了别的 啊 到最后 王美人也生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呢 叫刘邪 列位啊 这是两只啊 哎 刚才咱们说了 和皇后生这个 这叫刘便 这边呢 是王美人生的这个 叫刘邪 这个十四了 这个已经九岁了 这活的十四这个不算什么 这活九岁这个太难了 一百个机会差点没死了 怎么呢 打他妈一怀孕 我这不是骂人啊 啊 从王美人一怀孕就开始说完聊 列位 皇宫那院你想怀孕就怀孕的 那么些个宦官都没怀孕的 还是怀不了孕的 尤其啊 尤其啊 就这些个娘娘啊 妃子 这不用我解释 就这么一个院 对吧 就这一个大爷 带着这些妇女一块过日子 他能不打架吗 是不是 反正是你好了 我就好不了 所以说你就不能好 道理特别的简单 尤其是何皇后 那个家庭背景那是词一个词一个 诸都敢杀啊 没有这么讲道理的啊 说这个不行 王美人就就犹豫 说现如今我已经有了孕了 按说 这是皇上的孩子 我应该把他生下来 可是要这样的话 容易连他带我都留不住 为什么呢 何皇后心狠手辣 他哥哥现如今大将军喝尽 手握重兵 又有兵权 这个玩儿怎么办呢 咬了咬牙 说我呀 我喝点药给他打了吧 打这起就弄点药来 憋着喝完之后把这胎打了 也奇了怪了 这药不灵 喝完之后没动静 不光没动静还总做梦 王美人就梦见自个儿啊 背着太阳天天在外边沉练 锻炼身体背大太阳 王美人就想难道说这个孩子 他这个有什么来历不成吗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把他生下来了吧 生吧 十月怀态一朝分娩 生一小子 叫这刘邪 这消息一传出来 皇上高兴坏了 他之前有好几个皇子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糟进了 都没活下来 所以之前这刘辩他爱着不行了 但这个玩意儿哪有嫌多的呀 再来十个八个也行啊 都是他好 又来一个高兴啊 他是高兴了 和皇后能高兴吗 哼 哎呀冤家对头 没有别的说的 弄死他吧 弄死他吧 弄死谁呢 就连大带小全不能要 这小子呢 送到了所谓的冷宫了 啊 过去说宫里边 其实也没有说像这个电视剧里边 你看香港的老电影啊 宫门口挂块匾冷宫 那编剧们设计的 没有呢 就是一些个没有用的偏店呢 旧房子呀 就所谓的冷宫啊 就是冬天也给冷气那个地儿 皇上都不爱你了 就搁那搁着呗 活就活 死就死 没人管你了 就这个地方 但是呢 东汉那时候 他管这个地方叫报市 啊 也有那个负责的小太监干活的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太监 这人叫朱侄 来一孩子搁在这儿啊 他也知道 哟 这是往美人生的 汉家一点骨血 他叫偷偷摸摸的 弄点米粉呢 弄点什么奶汤啊 就偷着喂这孩子 那边呢 说孩子没找着 就把大人堵死了 王美人是被镇九堵死的 这消息传来 皇上很生气 啊 这不能你俩都完了呀 对不对 这到底是谁 把他母子二人都害死吗 寡人得给他俩人报仇 难道说孤王还不如杨三姐吗 嗯 这没有谁 我还颠的这事啊 就说这个意思 杨三姐吗 还得给姐姐 啊 小外甥女报仇吗 查呗 那还不简单吗 一问就知道啊 哦 和皇后干的 汉陵帝不然大怒 那真生气了 皇上一生气那还了的 啊 军王发威啊 血流成河 她不是俩说相 俩人动手打起来了啊 最后得了 买十块钱烤串 这事就了了 皇上生气还了的 那得人命关天呢 和皇后真害怕了 怎么办呢 得找人帮我 找谁 找哪一位能帮我 要不说她聪明呢 她找到十常事 因为知道 势力最大 这十个大太监啊 跟这十个人一说 这十个人呢 权衡利弊 想来想去 我们得管 我们得帮她 第一 啊 她现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后宫里边 没有超过她了 第二 她哥哥合进手握兵权 我们团结一块 这事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十个太监 那跟骗皇上还不容易吗 是吧 你一句我一句的 哎 连瞎我带哄 最后把这事呢 算是给摁下来了 皇上说那就拉倒了吧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从这天开始 和皇后就知道了 我要跟十常事绑在一起 他们在关键时刻是能救我的 您记住了啊 现在他们是一条战线的了 那边冷宫里还有一孩子呢 慢慢慢慢的也就长大了 但是后来这个消息也传出来了 传出来之后呢 来人把孩子接走了 谁接走了呢 董太后 太后说 能来 来我看着 这是奶奶看孙子 所以说这个孩子是老太后看大的 老太后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什么骨血如何如何 那都次要 那都次要 啊 因为老太后跟皇后之间 他们是有竞争的 我手里也攥着一个孩子 也是皇上的儿子 你说怎么办呢 你明白了吧 这是皇宫内院的婆媳斗争 也就是说有一个问题 就摆在了汉陵帝的面前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妈你媳妇吊河里 你就这 这个问题也就好几千点了 我有时候做节目 综艺节目 主持人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郭老师 你妈你媳妇吊河里 我就老问他们 我说这题还没死呢 我说你想多了 他们俩俩会游泳 哎 现在这宫里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一定要把这些个时代背景 每个人的心理状况 每个人的位置讲清楚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三国不容易的所在 咱们就说点别的武侠故事 瞪眼一边 你也不知谁对谁错 但这个不行 它都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说这个朝里边不太平 尤其到现在了 皇上 这就马上要完了 什么病咱是不知道 咱要死 死之前 这个常侍们 找皇上来谈事 其中 十常侍里边 这有一个了不起的常侍 宫里的掌握兵权的宦官 叫简朔 简朔呢 是西元军元帅 手下有兵 而且带着八大校尉 您也甭问八大校尉 八大校尉里边有俩一说这名字 您就知道了 一个叫袁绍 一个叫曹操 您就知道简朔他夺的能力了 简朔在皇上死之前就跟皇上商量 您哪 得把和晋杀了 要杀和晋 为什么要杀和晋呢 这是宦官们的想法 皇上眼瞅着就完了 如果皇上完了 要是立这个刘汴当了皇上 合着这支就全上去了 他舅舅手握兵权呢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先除和晋 从他们的脚步这没问题 人想着对 跟皇上说这个事 当然他们不能这么说 给他此一个此一个 得从江山社稷 百姓朝廷方方面面 哎 这一说这必须得杀他 大伙秘书 汉灵帝这会儿就要死了 到最后说这么句话 荣震思枝 啊 就是你们让我再想一想 荣震思枝 这就分在什么场合听 知道吗 你比如说 咱们几个人哈 咱们大伙一块 说出去吃饭去 啊 您哥也跟我说 郭老师咱们上那儿呢 咱撸串去 喝啤酒去 我告诉你们了 荣震思枝 啊 那就是不跟你们去 啊 那么搁在这儿来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默许 因为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 国家大臣 皇亲国戚 对吧 也许未来那小皇帝要立起来 那就是他亲舅舅 是身份在这儿矿气掌握重兵啊 皇上这儿只要一闭眼 天下几乎就是他的了 对不对啊 那流变十四岁那懂个什么呀 荣震思枝 如果说皇上不同意 那就躺一下把桌子就踹翻了 啊 就得破口大骂 要多牙尘 有多牙尘 啊 朕得把你们词一个词一个词一个 不学好 是吧 但是说了这么句话 荣震思枝 这个模棱两可的话 说完之后一挥手 让宦官们退下 这个宦官们列位啊 那个脑子是超过常人的 因为他没有闲本啊 清心寡愈 一天到晚竟琢磨害人了 这一听就明白了 那就是同意了 啊 好 派人去请何进 那叫您来 哎 聊会儿天来 皇上叫您来了 啊 好吧 何进 在家里边 跟大伙一块说话呢 聊天呢 叫完了 啊 我要进宫啊 看看我妹夫 我妹夫是皇上啊 我要去见他 我看一看他 去吧 谁拦着也不听 真好大门大样 皮儿拉嘴 来到皇宫 到皇宫这呢 就瞧见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宦官 这人叫潘尹 他是那个 简硕手下的宦官 但是他 跟何进关系好 各位听明白了吧 哎 他到这来 潘尹在门口等着了 何进这儿撇是拉嘴 哎 高兴 这潘尹一看他 干嘛呀 不好啊 谁让你来的 这哥来有交情 嗯嗯 何进呢 也是糊涂 啊 这么些个人呢 啊 拿着刀 拿着剑 拿着崩公子的 就憋着弄死你了啊 你跟缺心眼似的还 啊 啊 你个头啊 啊 到最后 盘起来没辙了 你快 你走 嗯 啊 啊 这才明白 啊 哎呀 你出来没带充电器啊 逃吧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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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家了 进门直喘 哎呀 想不到的事情啊 太危险了 没带充电器啊 啊 家里还这么些人啊 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好家伙 差点中了我爸爸的发薄 他爸爸杀猪的 此一个此一个嘛 啊 把那事一输啊 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知道吗 点齐所有的精兵 跟我进攻 杀光所有的宦冠 都同意不同意 这儿站起来 我反对 反对无效 原文不是那么说啊 啊 您看个三国志去 看个三国演义 人家原文说的可复杂了 用文言人不可能 我反对 反对无效 你坐下 你出去滚 不过成这样 我这么说 我是让您各位听得明白啊 啊 你反我反对 反对不管用 我今天我一定 我要把他们的杀掉 我这口气才能出啊 反对的这种 站在这这脸色转来又转 那个将军 您淡听我一言 你还要说什么呢啊 不是 我有一片好心当线 好 草草 你说 这家脑洞大开的成果哦 活动奖励 第一到三名 郭德纲亲笔签名扇子 第四到十二名 郭德纲签名帐 活动时间 2021年4月26日到2021年5月9日24点 快来参加吧